罗佛州苏丹伊斯干达伊斯麦昨天晚上驾崩 罗佛州王储东国伊布拉辛尼斯麦 今天正式宣示继位为罗佛州亲任苏丹殿下 罗佛州务大臣阿都阿都干尼今早10点15分 在新山大皇宫做出这项正式宣布 阿都干尼说 根据1895年罗佛州建法 王位继承人东姑伊布拉辛 登位成为罗佛州统治者 现年51岁的东姑伊布拉辛教后宣誓就任 承诺将遵循回教教义 及依循罗佛州建法和法律 公平对待全民 见证上述仪式者 有罗佛州苏丹后查纳利亚 黄楚飞 拉热查利苏菲亚 所有皇室成员 前首相敦马哈迪 罗佛州宗教理事会顾问 拿都诺卡都 以及州行政议员等 此外 在已故苏丹伊斯干达殿下的灵鹫 在中午1点30分10前 阿都干尼也在大皇宫梯街 对所有出席最后瞻仰的高官 和群众做出这项宣布 在大臣宣布过后 现场群众高喊三声 无王万岁 罗佛州皇室理事会 在昨天宣布 委任罗佛州皇储 东姑伊布拉辛 为罗佛州代统治者 东姑伊布拉辛伊斯迈 是苏丹伊斯干达殿下的长子 1958年11月22号 出生于新山中央医院 现年52岁 生母为苏丹的地任妻子 自小在巴西布兰伊皇宫长大 东姑伊布拉辛 曾陆续在美国格鲁基亚州 和加利福尼亚州 接受军训 1981年7月4号 受委为王储 1982年9月22号 和拉罗查理苏菲亚结婚 他们育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皇储在柔佛苏丹 在1984年4月26号 至1989年4月25号 担任国家元首期间 曾受委为摄政王 担任国家元首期间